大家歡迎收看五間總結 我是林子彤 現在先跟大家播報 內地和保安股市中意收市的情況 滬深300指數升大約1.5% 收補3767點升56點 上升重止升1.4% 中意收補2165點升41點 深淨成分指數升216點升超過2.3% 中意收補9277點 港股方面 恆指中意收市升482點上來 中意收補26216點 國企指數升136點 中意收補10100點 大市半日成交515點 這個環節是Samuel和我們聊 Samuel你好 你好 先說一下大市 市今日再彈 一度都彈超過500點 去到26000點上 看看富瑞出了一份報告 就說 預料港股再跌的空間有限 為什麼呢 就是港股的預測市盈率和市盈率 已經回落到負一個標準差 也都已經反映了示威等等的負面因素 你又認不認同呢 馬國市彈了這麼多下來 是否已經確認轉勢 還是現在純粹是一個技術反彈呢 暫時來說 如果你看看股值方面 恆指 以PE那些指標來說 現在算是比較便宜 但是你說是否真的可以完成 整個市場的reway 或者有一個轉勢在這裡 我自己還會有保留空間 因為純粹靠上個星期的消息 或者信號來說 得出來的正面的方向就不是那麼多 始終你見到過往的週末 都仍然是叫做有一些大型的示威出來 但是雖然你說當中牽涉到一些暴力 或者一些衝突的機會 就沒有那麼多 沒有之前相對來說那麼多 但是你說是否 接下來你說可能那些大型示威遊行 就會開始叫做停止 或者叫做整個事件開始完結呢 那麼這一樣東西會是其中一個風險因素 那麼另外一樣東西就是你說 中美的談判方面 都仍然叫做 未是有一些轉勢的情況出來的 那麼你說上個星期 特朗普都仍然是叫做 你說針對著華為的方便 也都說到說 不希望和華為現在暫時 有一些的生意來往在這裡 那麼這一樣東西會不會就是 你說中美談判裡面 另外一個制抓住的其中一個因素呢 那麼這一樣東西 我會有一點點的擔心在這裡 那麼你說見到 可能上個星期 因為美股都叫做彈了超過1%上來 那麼你說見到今天 中港股市方面有得跟 那麼會不會是你說 上個星期歐洲那方面叫做 趨近一些淡風 那麼就希望叫做 做一些量寬的政策出來 那麼最主要是你說歐洲方面 已經叫做可能有一些減息的信號出來的時候 你說可能現在市場都會針對著 你說美股那方面 會不會是類似有一些相同的信號出來 是叫做可以幫輕一下股市的表現 那麼你說變了可能就今個星期五 要看回你說聯儲局主席 鮑威爾就會有一個叫做公開的講話出來 那麼市場就會留意當中 會不會是採用上一次議席會議 相對來說都用到的那些比較 比較駕派一些的措詞 那麼譬如就是說 會可能用到相關的手段 或者是會採用一些有效的手段 去支持整個經濟發展 這類型的設置語 你說市場會留意會不會叫做講話出來 另外一件事就是看回其他經濟數據 可能說美國方面 房屋銷售的數據 而且是PMI的數字 看看會不會都是跟預期有所出入 那麼上個星期 叫做那些經濟數據 其實是比預期好一點 那麼這件事就變了 令到你說大幅減息那個預期 相對來說會有機會減低一點點 那麼現在你說可能減息25點子 或者減50點子那個的機會率 分別都仍然是七成和三成 那麼就變了你說主流都仍然是覺得 你說接下來下一次九月份減息的時候 都可能只是減25點子 那麼變相對來說 如果你說接下來的那些經濟數據 或者是鮑威爾裡面講到的東西 是沒有想像中那麼假派的話 其實相對來說可以帶到 給大時那個驚喜 就不是叫做那麼大 所以你說看回剛才那些因素 或者你說中美談判方面 如果未是有一些新的消息 或者叫做有一些妥協的情況出到來的話 又不覺得有些什麼整個形勢 可以有轉變的情況出到來 那麼同時你說可能中港股市方面 都一樣是 A股那方面相對來說 那個表現叫做比較好些 那麼最主要就是今天 你說最主要是A股兩融那個標的擴張 今天開始就正式叫做實施 所以你說可以給到更加多的股票 可以參與 你說兩融這方面的計劃 那麼這一樣是叫做有助 A股各方面的表現 但是港股 是不是真的叫做可以有一個 這麼實正的反彈呢 那麼相對來說 利好那些因素會叫做比較少些 暫時來說 我都會覺得它是叫做比較 技術性的反彈多些 那麼如果你說行指方便 靠著上一次 譬如說可能你說 由高位回落回來 那些是黃金比率起計 那麼暫時叫做升穿了 你說23%那個 第一個階段的升幅 那麼下一個階段 你看回31%的話 其實就剛剛好 跟現在的位置相差一百多點左右 那麼大概是26,300點 至26,400點左右 好啊 除了說大事之外 又說一隻順宇 半天急升大約半成上來 去回紅底股 中午收補100元04號 看看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高盛上條超過一倍的目標價 其實順宇上個星期 累積已經升大約一成半 今次高盛的理由是什麼 你又接不接受它的理據呢 其實今次高盛講過的東西 就從上個星期 它那份業績可以得出來的驚喜 就已經是差不多 相對來說 都主要是針對著 它們一份業績裏面的那個 無類率叫做有所改善 那麼這件事 對比起它們在2018年的那個表現 是叫做有些驚喜在這裏 始終市場對於過往 就算你說 信譽那些出貨量做得好都好 市場都擔心它是 譬如好像那些車股一樣 就會叫做 國家促銷的情況出到來 但是今次結果的情況 就有少少少不同在這裏 一來你看到 譬如可能 毛利佔比比較多些的 那個手機鏡頭方面 整個的收入是大概升到四成多左右 但是你看回它的出貨量 都可能是37%左右 變成你說已經看到 整個整體的毛利 會叫做有些改善在這裏 而且你說這個部分 整個毛利佔比是比較大些 所以市場相對來說 會見得比較正面少少 而且另外一方面 那些手機鏡頭模組方面 都是有一個叫做改善的情況出到來 雖然今次的毛利率 是有一些下降 但是公司也要解釋 這一件事就是最主要 是因為他們現在 可能要打造一些 比較高端一點的鏡頭 所以你說那個產能方面 暫時就未是叫做 可以完全這樣實現 這個utilize 的情況 變相對來說 可能要再多一點時間 或者你說要再繼續擴大產能 才可以叫做 令到那個成本效益 叫做穩陣一點 但是這幾件事 其實在過往那份業績裡面 就是上個星期 其實市場都已經看了 所以其實相對來說 我覺得 對於你說市場 或者對於投資者 那個驚喜 就不是這麼大 相對來說 這次新的 另一個亮點 可能是他也說到 可能會是 叫做投資者會議裡面 才說到 就是你說公司 對於2019年 整個資本開支的投放 是多了一倍 比起之前的預期 或者是那個預測 所以這一點 就變成可以帶動 整個公司 你說接下來 有機會是真的 投放多一點的產能 去做一些 叫做比較高端一點的鏡頭 或者是產品 例如你說市場都在衝勁 會不會是比較多 二千萬像素的 這些鏡頭 有機會出來 可以叫做 跟回整個大市 或者整個手機 出貨的潮流 變成你說 如果就著這個因素 市場都可以 叫做衝勁 它接下來的模擬率 方便 是叫做有機會 是叫做實現 這個增長 或者叫做整體 回到兩成以上 都叫做 令到你說市場 有一個 理好因素 可以叫做炒 但是你說對於 股價方面 暫時你說過往 那個星期 叫做升了那麼多 我覺得去到這些位置 暫時反而可以 叫做出貨 始終你說過往那些消息 上個星期都應該要叫做 是實現了 而且你說過往的時間 上個星期 特朗普也說到 可能就著華為 這些事件 都仍然是未叫做 談得完的話 相對來說 短期內 我覺得要上升 這些過往的高位時間 就未必是這麼難 始終你看到 你說今年四月份的時候 在高位 例如108這些位置的時候 就出了三支音符出來 所以你說到時的股額有多大 相對來說 也有機會是有少少擔憂 而且這一方面就是 有機會可以令到 你說成 信譽方面 叫做有一個提升的話 今次整份報告 就不是提升了 它的整個PE的估值 暫時只不過是提升 它的目標價的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它們的每股盈利 所以你說在股值方面 沒有什麼上調的時候 你說市場炒回這些基本面 的機會就不是叫做那麼多 所以你說去到這些位置 例如可能上回100元 這些心理關口的時候 我會覺得去到逐步減持 那個策略會叫做比較好些 始終你說可能四月份 過往這些的時間 都仍然是留了三支的大音竹在頂住 相對來說到時的股額 會叫做比較高一點 所以你說去到這些位置 我會覺得減持會比較好些 好啊 謝謝Sammy 詳細分析 都申報先有沒有持有上述提到股份 沒有持有的 好啊 謝謝Sammy 稍後回來還有其他直播 還止再回來再見